嗨 大家好 我是三妹 今天三妹给大家讲一个吃男月女的故事 青楼院 关师傅来到一家小客栈 这才刚坐下就发现对面醉穿楼里吵吵闹闹的 殿小儿悄悄告诉他 那家青楼里面有妖怪 估计这次又要闹出人命了 一眼望过去屋顶上出现了一团黑云 果然摇气很重 关师傅生平最喜欢打包不平 他到青楼里面一打听 老板娘说 昨晚有个客人中了马上风 现在快不行了 就等着咽下最后一口气后送进棺材里 关师傅瞧了瞧这客人的样子 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他手指在客人脸上轻轻一滑 果然脸色瞬间就好转了 可是要治好他还得找到嘴魁祸首 昨晚上陪这位客人的是最春楼头牌小桃红 关师傅见到了小桃红 果然是一脸的煞气 小桃红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德寿前总是甜言蜜语 德寿后却连听他唱一首曲子都不敢 关师傅说我敢听 我就点一首愿曲 我听完你放了那位客人 他刚说完一阵阴气袭来 桌上的东西都结了冰 小桃红开始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原来他本是关中的一名花旦 因为不小心得罪了某个军艺 最终沦落到青楼里当艺人 好在后来认识了个穷书生 书生说要回去找亲戚借钱帮他赎身 小桃红便将妈妈给的一对玉琢拿出 送了他一只当作定情信物 谁知书生这一去便不复返 从此以后小桃红变成了怨女 开始报复各种复兴汉 关师傅同情他的遭遇 答应帮他找到书生 他来到书生的老家 找他弟弟要了一只当年书生用的旧笔 将他投入火中施法 然后开始寻找书生的踪迹 可最后只是地点却是在某个大户人家里 男主人张员外五大三粗的 根本不像是个读书人 关师傅就在旁边的一家客栈县住下 晚间书生却主动向他托梦了 原来当年他借到钱后 路上碰见了一个醉汉 对方剑裁器将他杀害 书生的血化作怨气 进入到玉琢里面 而可恨的是 醉汉从此以后却是财运连连 三五年就打拼出了偌大的家业 他自称张员外 还警告曾用镇魂石 将书生的尸体镇压在院子里 书生恳求关师傅替他申院 第二天关师傅向警察举报了这事 他们果然在院子里挖出了一具白骨 天望灰灰疏而不拢 张员外也不得不复返 关师傅向小桃红转告书生的最后一句话 此生无憾来世无悔 小桃红听完泪如雨下 手中的玉琢也碎了一地 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气 古代的痴男月女虽多 但大多都是用情极深 比起现如今的浮躁之风 也许更能让人看东西 本篇是《道士爷》里面的一个小故事 故事虽然简短 但还是挺有趣的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好了 今天三妹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哦